政府現在也很頭痛 是張志軍過程當中 處處都有抗議民眾的情況 而且你剛剛也有看到 是有一些流血的衝突發生 所以也不難想像說 現在台灣的民眾 對於兩岸的發展 還是有很多的疑慮 馬政府現在如果面對 中國大陸這樣的一個 步步的 我們可以說是步步進逼 有更多的要求 政府應該要怎麼來處理 我來看這個抗議的這個場面 我認為說馬政府和張志軍 都不會覺得說是很意外的 因為他們假如說有在觀察 就是說對岸有在觀察 台灣最近一陣子的 一個發展的話 尤其是我們其實之前去預測說 張志軍什麼時候會來台灣 都以為他下半年才會來 就是這個風頭過了之後才會來 結果不是他上半年就來 他上半年就來就是說 他顯然就是已經想要 面對這樣的情況了 他面對這個情況之後 張志軍和馬政府後來決定說 他是不是提前取消行程 我們用一個小人之心 杜君指示婦來看好了 就是說我認為這個相當程度的 去向外面凸顯說 其實這些人的待客之道 是有問題的 就是他去凸顯 這個暴力的場面 可能就是迫使說 這個雙方的談判 不是雙方的這個接觸 就到此為止 我們沒有一個好好的待客之道 但是這個同時 馬政府畢竟還是要面對的 就是剛剛主播講的 就是下一步 馬政府可以怎麼做 我認為在這個同時 就馬政府其實可以做的 是非常有限的 因為他現在到處是綁手綁腳 就是所有的政策 兩岸政策推動 都是綁手綁腳 他也不太敢能夠就是說 在各個方面 比如說甚至於我們講的就是說 服貿協議在立法院要不要過 甚至於說跟兩岸交流 只牽涉上一點點關係的 就是說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東西 他們也不太敢去推 就是國民黨政府那邊 其實現在可以做的是有限的 反而我覺得 現在比較要觀察的點會是說 下一個政府就是說 包括我覺得像國民黨 就是說中共方面 就是大陸方面 他們要觀察反而是說 島內可能國民 就是說在台灣下一個政府 不管是民進黨政府 或是國民黨的下一個政府 可能會怎麼做 我覺得這是他們關切的焦點 我認為台灣要再 就是說把政府要在接下來 剩下兩年 要再有一個突破性的進展 是不太容易的